早安 我要來不及了 我才6點34分的火車 但現在已經6點25分了 所以 我現在有點趕好喘喔 哎呀哎呀哎呀 最近時間控管能力真的好差喔 現在6點29分 還來得及還來得及 然後我要先把我的票 和那個什麼 再學證明準備好 好 各位不負眾望 台南真的在下雨 我現在呢要先搭台鐵到台南車站 然後我原本想說 我要騎機車在台南市區到處 繞繞繞動作吃一下東西 但現在下雨我就不太敢騎機車 而且我也沒帶雨衣 我也不想要這麼浪費的在台南 好吧那就到台南火車站再說 我先去買一杯咖啡 我現在好累好像睡覺欸 一定要提醒一下 下一班車在8點52分 還有11分鐘 嗯?我記得沙輪不是終點站啊 各位旅客 這個不是我想的台南 在下雨 而且還不曉 啊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我現在心中只有絕望 這兩個字 哎呀 既然來台南會下雨 這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騎車愜意的 在逛台南市區 當然算了現在都已經遇到了 那就用我的雙腳走到 我想去的每一個地方吧 那我今天會來台南呢 是因為我要來參加 中午要參加我躺哥的婚禮 好熱血喔 一日來回台南明天要上班 加油 我要正能量 哇 因為我現在來台南的時間有點早 現在才9點半 然後今天要是禮拜日 所以路上都沒有什麼人 Everybody 奇蹟出現了啊 雨停了 雨停了啊 好的 我們抵達了第一站 單單漢堡 完蛋了 這好不像台南人的行為喔 但是我真的太久沒吃了 就很久沒有回來台南了 就想說啊好想吃喔 結果呢單單漢堡超多人 大排隊 單點一個咖哩豬肉堡就好了 單點一個咖哩豬肉堡 對 我點的是咖哩豬排堡 這是我在單單最喜歡吃的一個漢堡 但因為今天要吃很多東西 所以我就沒有點一個套餐 我就單純吃吃味道 真的超好吃 出大太陽了 這才是我要的台南的天氣好不好 所以我現在呢 要去騎共享機車去市區繞繞 然後去安平參加婚禮 讚 決定還是買一件雨衣 台南有go share 好棒喔 好的我們抵達了安平之後 又下雨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靠著我們的雙腿 抵達我們想去的地方 雖然那個地方還要走路18分鐘才會到 下完大雨之後又放晴了 在搞我啊 給大家看看安平古堡的部分 台南大圓皇冠假日酒店 我到了婚宴現場了 好可愛喔 小花童 我現在要來去買伊雷特布丁 雖然 太多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小花童 好可愛喔 小花童 我現在要來去買伊雷特布丁 雖然台南人如果要送禮的話 不會送伊雷特布丁 但我發現北部人都好喜歡吃這一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哇 一樣還是好多人喔 我要買六個鮮奶布丁 招牌的布丁 買完了 現在來到了台北市 台南市立美術館的餓館 最近很有名的那個殭屍展啊 不知道是在這個場館還是在 飲館 但這邊真的好漂亮喔 真的很像北美館 然後有一種 歐式的感覺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蠻舒服的 現在來到 Sakalipa 我們要來吃鮮魚飲麵 雖然剛剛喜劍吃得很飽 但是覺得來台南就是還是要吃到這個味道 才甘心回台北 其實這家店很有名的 還有它的棺材飯 但是我們今天已經吃不下了 推薦給大家 鮮魚 我鮮魚飲麵喜歡吃那種偏酸 比較夠味 來到了我的最愛 東州黑糖奶鋪 買完了 超讚 我超級喜歡 我覺得它根本就是完美的打敗台北所有的黑糖珍珠 接下來來到了成功大學 台南成功大學附近的一條 應該是美食街吧 然後裡面有一個 我之前有一個成功大學的朋友跟我推薦了一個 小上海 就小上海在台南其實是很有名的鹽酥雞店 但是 他就跟我說 所有的小上海都不是小上海 就只有這間最好吃 然後我就吃完這間之後 我永遠都記得那個味道 然後他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買這個小上海 台南的小上海 就只有賣這四個品項 然後就是香酥雞 薯條 香雞排 還有豆乳雞翅 然後他的香酥雞是真的很 呃 台南口味那種會偏甜的那種味道 很好吃 都買完了 買了超多 買了薯條 還有香酥雞 呃 他的薯條呢 我覺得就是厲害在 因為我很喜歡吃很酥脆的薯條 然後 他不是軟怕怕弄 而且他是 一咬然後真的會吃得到馬鈴薯香 然後 又比麥當勞更脆一點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他們家的薯條 真的是我朋友一推薦之後 我就再也回不去了 回台北都會想 現在是8點40分 我人在嘉義高鐵站 待會兒要搭9點的車回台北了 終於要回台北了 終於要回台北了 雖然剛剛有發生一些小差距 就是我以為可以 呃 退差架 但沒關係 能夠平安抵達台北 然後總是抵達台北 結果都OK 就算了吧 但 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日來回台南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累 大家如果有這樣的行程 真的要三思你知道嗎 因為我之前只有一日來回台中 就已經是期限了 但一日來回台南 就感覺沒有玩到什麼 所以建議如果人家 來台南或者是高雄的話 建議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 都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囉 那今天的 算是一日Vlog 就到這邊結束了 拜拜 拜拜